中度颱風凱米來勢洶洶 全臺都納入了警戒範圍 切相署提醒 凱米颱風 今明兩天對臺灣的影響非常明顯 可能是近幾年來最有感的颱風 而今天全臺除了金門縣以外 全部都挺班挺客 另外包括花蓮縣的秀林鄉 以及宜蘭的五塔村等地方 在昨天都已經預警性撤存 面對凱米颱風來勢洶洶 就怕強震過後土石不穩 再加上強風豪雨 可能會導致土石流災情 在警方和公所人員的勸說下 花蓮市國府里緊鄰山邊的住戶 一一準備撤離家園 包括秀林鄉富士村 和平村 也都預警性撤村 而同樣靠近山區的宜蘭南澳 山五個原住民部落 警方同樣挨家挨戶 訪視 截至晚間七點 有六十七人下山一清 另外有兩個人被安置在南澳 山公所 你們住的地方比較危險啦 以前有過五十流啦 隨著凱米逼近受到颱風外圍 沉降氣流影響 台東也出現罕見的火燒雲美景 天空被染成一大片橘紅色 縱使美景在前 氣象書也提醒 台米颱風今明兩天 對臺灣的影響非常明顯 可能是近幾年來衝擊最有感的颱風 一段時間因為颱風會夾帶相當大量的雨量 所以我們預計在今天跟明天 中南部跟東北部的山區 可能會出現超大的豪雨 先宣布正常上班上課的台中市 彰化縣等六個縣市 紛紛表示風市已達標準 宣布停班停課 因此全台除了金門縣以外 其他縣市全部都停班停課 台中市長盧秀燕 原先出訪美國的行程 也緊急在今天清晨五點返台作震 盧秀燕表示 在出發前预報顯示 台灣中部不會進入暴風圈 但是十多個小時的天氣變化很快 中部被列為陸上警戒範圍後 他就決定立即折返 接下來美國交流行程 交由副市長黃國榮帶領 展現禮貌和誠意 記者溫家凱 張明哲 林靜倫 朱鳳之中健剛 綜合報導 冬太郎